如果库里来塞比打球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北京主帅米露雷在15年做客北极大的时候 谈到过关于库里的话题 他认为库里的投篮确实很准 但手刚不需要这样单打强投的球员 这种球员就算再好我们也不要 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在合理机会中出手的球员 米露雷指导或许忘了 库里不仅能命中那些他所谓的不合理投篮 他更能命中合理的投篮 而且库里的很多出手都是在无数次跑位 和掩护中寻找出来的出手机会 有时候为了一次进攻 库里甚至要跑200多英尺 相当于全场折返跑一次 场均跑动距离更是能达到4.1公里 在NBA库里是名副其实的历史三分王 但即使是这样的球员 在CBA老牌教练米露雷的眼中 居然是一个不合理的球员 在今年奥运舞台和去年的世界杯舞台 日本男篮的河村勇辉和富坚勇树 他们全都可以赢着身高 比他们高40到50厘米的NBA球员投进皮球 可以说他们这样的出手选择 在CBA教练米露雷看来一定是不合理的 但这些所谓不合理的进攻方式 已经被日本练成了常规武器 当我们还在讨论 河村勇辉来中国能不能打上CBA的时候 米露雷已经证明了 就算是库里来也是白搭